我未認識神的時候 就在一間基督教學校讀書 聖經故事就好像聽中國民間故事 沒有什麼分別 直至我11歲的時候 有一個牧師他來我們學校開報道會 講一個主耶穌會再回來的訊息 講到十字教的故事 當時我就很受感動 我就舉手表示願意相信耶穌 除了有事情的時候我都會祈禱 但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生活上的改變 直至到我來了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就是有一天我在圖書館裡面去溫書 突然之間有一個思想 我坐在這麼多書的當中 我現在來讀的只不過是一個科目 但是就算讀得最好 只不過是懂得一樣的學問 但是這裡裡面有這麼多的書 有這麼多不同的知識 這個世界在不斷地改變 究竟是否有神 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很渺小 我就想我要找這個神 他究竟跟我有什麼關係 於是我就下定決心回教會 以及去看聖經 透過在教會裡面牧師的講道 透過自己去看聖經 和在生活上大小的事情 都是經歷到神的真實 我就慢慢跟神建立了一個關係 而且在1994年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在1月4日我放了工 開車 我遇到一個很嚴重的交通意外 當時的天氣是很好的 但是地面上面有一些白駛 我踏駕駛的時候 整個車就打轉 直到我最後有conscious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一輛二十個輪的大貨櫃車迎面而來 我那次想我真的死定了 到了我清醒的時候 我被送了去醫院裡 做了很多的檢查 就沒事 直到回到家已經是晚上 我發覺口裡好像很多沙 我塗出來看看 原來就是一些閃亮亮的玻璃碎 但是我自己竟然整個身體 一點的傷痛都沒有 那我就很感恩 到翌日我去過Body Shop 去拿回車上的物品 我發覺那輛車面對著我 我真的撞到這樣的樣子 我的心底真是很發出感恩和讚美 到幾天之後 我的同事都是在Highway裡 撞了一個大貨櫃車 但是他的交通以外 是撕了他的車進去車底 即場就死了 那我真的覺得是神保守了我 還有他給了一個很全身的價值觀念給我 原來一份很好的工 甚至我的親人 我的家庭可以一陣都沒有了 我的生命都是可以一剎那間就沒有了 以往我覺得對自己是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因為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我都覺得是沒有永恆的價值 如果你都是覺得你的生活是沒有什麼的方向 或者是未找到人生的意義 或者你都不清楚你的生命完結之後會去哪裡 我邀請你好像我以往一樣去看聖經 或者是回教會 用一個開放的態度來找這位的神